海峽石油花购 最近这已经开始的买卖的股份在交易所 当然的表现当然在今天还有一些紧张 但是升幅比较安盘来说的少有不渝 基本上这是很合理的发展的 第一就是现在大盆表现不佳 今天还有一些微弱的情况 第二就是新的公司它的业务的情况 我们看见它本业方面本身是有亏损的 但在对冲的动作以后 使到它的业绩有一些盈利 所以这是它最热的一环 要是现在的环球经济没有大幅的改善的话 它可能的这个本业亏损可能在09年还是在延续下去的 另外就是它上市的时候它的市盈率 也不是它很吸引 所以我看投资者又是上市的时候买的这些一支那样的股票 我认为比较合理比较加的车 就是现在先行的套利 往后我相信它的股价可能会再接到一些比较更吸引的水平 导致的台卖也不测